卢米安一直以为蜥蜴状的小精灵是某件事情 或者某样东西在梦境中的投射 象征和隐喻方面的意义大过实际 可现在他真的看见了 那个透明模糊的蜥蜴状生物 它真实存在 而且它还出现在了彼岸世界内 出现在了暗影之树留下的深坑中 出现在了这场涉及高端力量的异常事件里 奥罗尔嘴巴里爬出 刚才那种蜥蜴不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吧 它究竟代表着什么 想达成什么目的 卢米安眉头皱了起来 表情略显扭曲 整个人既痛苦震惊又迷茫抽离 受此刺激 他觉得自己应该能找回一些记忆 从而验证真假 确定是梦境内的象征表现 还是现实里真切存在过的事物 但这一次 他不像接受心理治疗时 和听完普阿里斯夫人的话语后 脑海内会闪过对应的画面 他想起来的依旧是那场梦境 就在这个时候 塔尔盼想起了 特尔弥波洛斯灰红层叠的嗓音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身边发生的那些异常和不幸 都是我造成的吧 你不会以为 仅凭被封印的我和只有序列七十例的你 能靠一把勉强达到序列五层次的武器 从接近半神位格 又拥有后手的苏珊娜 马蒂斯手下顺利逃脱吧 你不会以为 苏珊娜 马蒂斯的失败 单纯是因为 他属于恶灵 偏激 极端 心急 未做足充分的准备 就举行仪式 没别的原因吧 这些话语以重叠共鸣般的方式 灌入了卢米安的脑海 让他在短时间内就听得明明白白 卢米安一下正住 有种从初夏来到冬日 并在未冻上的冰壶里 缓缓下沉的感觉 他脱口而出道 那究竟是什么 特尔弥波洛斯为做回应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明白了点什么 转瞬之间 卢米安心中涌现出了狂喜之情 只觉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巨石 一下消失了不少 这是不是意味着 奥罗尔真的 被那种蜥蜴状的怪异生物控制过 所以 他偶尔清醒的时候 才会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和我一起向外界寻求援助 不 他当时应该已经察觉到不对 那封信正确地阅读顺序时 我们越来越奇怪了 周围的人需要尽快获得帮助 这时 弗兰卡推了下卢米安 怎么再发呆 快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官方非凡者和神之人员们进来了 卢米安回过神来 带着粘在身上的焦黑衣物 拿着那根来自暗影之树主体 而非苏珊娜后来制造的树干 跟在弗兰卡身后 向乱接另外一侧的尽头跑去 这个过程中 他忽然又想明白了两件事情 特尔弥波洛斯作为宿命的天使 刚才也展现出了 对各种问题的洞察能力 不可能想不到 苏珊娜 马蒂斯将我作为主体 不解开封印 附带把他送给欲望母树的祭祀方式 他可不像我一样 是神秘学世界的出入者 所以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 会等来封印被苏珊娜 马蒂斯打开的结局 他之所以那么说 纯粹是借助行事诈呼我 逼迫我向他求助 答应他提出来的某些不平等条件 为他真正脱困创造机会 他没想到的是我 会选择诈呼苏珊娜 马蒂斯 从而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 比他自行提供帮助 不 他肯定有想过这种可能 但他试一试又不会损失什么 万一我当时没产生相应的极致呢 草 太阴险了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欺骗 同样的 苏珊娜 马蒂斯 也不是什么诚实的人 既然他向欲望母树寻求过启示 也想过我体内可能封印着一位天使 那他怎么会不考虑 那位天使可以透过封印 传递出一些力量的的可能 他后来确实也祈求到了 足以对抗 乌尔弥波洛斯外泄影响的力量 甚至更强 我当时看都没看到 距离还很远 都差点遭受污染 要不是及时脱离了暗影之术内部 被污染是必然的结局 苏珊娜 马蒂斯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寻求援助 是因为那种污染 对他来说也很危险 嗯 在克尔杜村那场仪式里 虽然出现了变故 但本堂神府作为祭祀的主持者 受到了宿命力量的保护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变成怪物 或者成为三头巨人的一部分 成功逃了出去 苏珊娜 马蒂斯也是想借助 献祭仪式的保护来对抗污染 所以 他一直在拖延时间 等着仪式的前置准备完成 他不一开始就针对我 控制我 是因为他知道逼迫的太过 会让特尔弥波洛斯 提前加入相应的战斗 那样会有太多的未知数 所以 他始终在努力给我 一种能够反抗有希望逃脱的假象 等我主动提出了天使之事 才用一堆看似讲出了 全部安排的话语来拖延时间 并隐藏了真正的后手 等着获得 特尔弥波洛斯帮助的我 做出错误的选择 踏入他预设的陷阱 虽然他没有预料到 蒙苏里鬼魂的袭击 但如果不是外界发生了变故 有人利用了蒙苏里鬼魂 制造出来的缝隙 我依旧逃不出 暗影之术的内部 而他明显已经快正式 开启仪式 获得保护了 靠 漂亮的演员 果然会骗人 卢米安和弗兰卡 跑了一阵后 眼前突然变得虚幻 出现了层叠在一起的 各种浓郁色块 和难以描述的 各种怪异生物 他脑袋顿时变得眩晕 视线随之一化 等他重新找回了世界 前方已不再是乱接 不再是浓郁的色块 他站在了一片 绿草如荫的山坡上 对面是穿着橘色长裙的 魔术师女士 他也来了 卢米安左右看了一眼 没发现弗兰卡的身影 似乎察觉到了 卢米安的疑问 魔术师女士微笑说道 圣贝尔跟着他的 大阿卡纳排走了 要交流一些事情 圣贝尔 卢米安一脸疑惑 就是弗兰卡 他也是我们的一员 他的代号是圣贝尔 就像你是权杖七一样 魔术师女士随口解释道 你现在算正式加入我们了 你回头和圣贝尔多聊聊 让他介绍下我们组织的情况 我就不多讲了 弗兰卡不仅是 卷毛沸沸研究会的成员 还是以塔罗牌 为代号的那个隐秘组织的成员 卢米安惊讶之余 竟有点欣喜 这代表他和弗兰卡是真正意义上的队友 魔术师女士仔细打量起 卢米安还残留着焦黑的脸庞 和黏着一块块碎片的身体 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套偏简陋的棕色男士正装 丢了过去 等会换上吧 虽然特利尔人光着身体 在街上跑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但做人不能完全被环境童话 要懂得坚持自我 只有这样才能对抗魔药的侵蚀 尽可能地远离失控的风险 等卢米安接住了医务 魔术师女士若有所思地说道 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详细讲一遍 我虽然知道你会遭遇邪神信徒和他们产生纠葛 但没预见到你会直接卷入这种层次的事情 卢米安从出道特利尔用招设之舞 引来苏珊娜 马蒂斯开始 简重点讲到了刚才那场祭祀 讲到了特尔弥波洛斯的表现 和那条蜥蜴状的怪异生物 魔术师女士听着听着 表情变得有些凝重 等卢米安讲完 微微点头道 很不正常啊 不管是特尔弥波洛斯 还是那个小精灵 都不正常 他望向卢米安 用平铺植树的口吻道 在暗影之术内部帮架提高堕落水银能力 并让蒙苏里鬼魂提前到来的不是特尔弥波洛斯 不是他 卢米安刚才猜过 魔术师女士会从哪些地方发现问题 但怎么都没想到他 最先提出的是这么一件清晰明了的事情 当时那种状况 除了特尔弥波洛斯还会有谁 而且确实是在那位宿命的天使妥协后 才有了后续的改变 我也不知道 魔术师女士缓慢摇头 我能确定的是 那位伟大存在的封印 不可能让特尔弥波洛斯渗透出 位格那么高的力量 如果可以 他早就控制住你帮他解除封印了 见卢米安既疑惑又茫然 魔术师女士进一步说道 特尔弥波洛斯能够做的 只有影响你的判断和选择 毕竟他封印在你的体内 你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连在一起的 简单来说就是 查理那件事情上 特尔弥波洛斯没法 让苏珊娜 马蒂斯提前恢复 没法决定他打算什么时候 以哪种方式来找查理 他只能利用这件事情 让你产生使用转运之术 帮查理改变命运的意图 提升相应的倾向 从这个角度讲 你认为他有能力提升 堕落水银的能力 让蒙苏里鬼魂及时赶刀吗 帮你承担暗影之术的过去场景 倒是可以 所以 我一直说的是 在既关键又危险的事情上 提前征询我的意见 而不是自行做出决定 卢米安听的内心如同大海 汹涌起伏不断 他重新回想 查理被伦塔斯带到地底那件事情 发现确实如同魔术师女士所言 查理的血光之灾和死亡命运来自两方面 一是制服会通过伦塔斯给予的危险 二是卢米安自己在命运节点上的选择 所以 伦塔斯被他们杀死后 查理的运势只是好转了一点 等卢米安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才彻底归于正常 没有士尔弥波洛斯 施加更多影响的痕迹 他要是能像影响蒙苏里鬼魂一样 影响查理 卢米安大概率早就上当 而且 苏珊娜 马蒂斯知道 特尔弥波洛斯能发挥一定的影响 那他离开暗影之术内部后 在那么虚弱的状态下 为什么还想着活捉 有天使间接帮忙的我 除非 经过暗影之术内部那场战斗 本身借助暗影之术 具备了点神性的苏珊娜 马蒂斯已经发现 特尔弥波洛斯没法施加影响 被完美封印了 问题另有源头 而源头没有跟着出来 靠 我当时还想的是 就算我的判断出错 或者命运的交换 需要很长的时间 特尔弥波洛斯也不会放任苏珊娜 马蒂斯活捉我 那样他将成为祭品 谁知道 他根本没有能力 卢米安把推测带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略有点痛苦和愤怒地问道 魔术师女士思索了几秒道 结合那些不幸 我怀疑特尔弥波洛斯在外界有帮手 也就是说 你周围可能有一位能影响命运的非凡者潜藏 他根据特尔弥波洛斯传递出去的想法 隐蔽地完成了一些事情 但又没有太过分 那会被发现 卢米安脑海内 豁然闪过了一个单词 受难者 在梦里 他和蓝小队闯入地底祭坛后 染上过受难者气息 而巫师墓穴内的猫头鹰 和另一个他在被揭穿前 始终给他问题的源头和幕后操纵者的感觉 这些是否也是象征